当初室外时射孔畏畏缩缩 抗衰的训练后重回混世小魔王 不知道是不是有领地意识了 看江爷爷把瑞宝抱到辉宝身边 辉宝直接就冲了过来 对着瑞宝就是一顿咬 江爷爷用手挡了一下 辉宝依旧是对着瑞宝撕咬 瑞宝都被咬痛了 江爷爷立马就将辉宝推开 辉宝直接咬向江爷爷 还好爷爷躲得快 然后赶紧就把瑞宝抱抱开了 没想到辉宝又追了过来对着江爷爷 江爷爷用双手将辉宝眼睛捂住 辉宝挣扎了对着爷爷就是一拍 爷爷走后又跑到瑞宝身边 对着瑞宝又是一顿咬 要知道在通道训练的时候 辉宝可是被姐姐辅宝吓到自闭 刚出室外可是像宋爷爷一样是个社会 每次都要在门口待好长一段时间才敢出门 但是自从被妈妈爱宝汤摔打训练后 辉宝好像被打通了任多二脉 再次活泼了起来 打妈妈 揍姐姐 凶爷爷 不和男川普 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 好像知道除了妈妈会对自己出手没人感动他 经常对着宋爷爷一顿咬 还好宋爷爷会以牙还牙咬回去 不过宋爷爷非常疼辉宝 双胞胎因为完累了 在饭桌上睡着了 宋爷爷会轻轻抚摸着他们 辉宝晃悠悠悠地走回原来的地方睡觉 宋爷爷爷决定先把瑞宝扛回去 再来带辉宝回去 将瑞宝扛回去后 小心翼翼地走到辉宝身边将他抱起 就跟抱刚出生的小孩一样怕摔坏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公主抱吗 辉宝也非常黏着送爷爷 每次看到爷爷来都对爷爷爱不释手 抱着爷爷的靴子不肯撒手 爷爷要走也是不停地追着爷爷 看到门被关上了还站起来希望爷爷开门 失望地走后 看见爷爷又把门打开了 立马就蹦向爷爷 辉宝跟爷爷真是天下第一号 辉宝已经不再设恐了 不知道再长大一些会不会随姐姐扶宝 无论跟妈妈战败多少次也不会回事 辉宝